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11号 欢迎来到春满羊讲坛 这是李老师在多伦多给大家分享种菜经验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管理盆栽的西红柿 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一个盆栽的西红柿 好 我们刚才看了 看到它的果形是留了两个组织来结果的 这是一株典型的有限生长型的西红柿 它从小苗长出来到第七叶的时候 有一个叶芽明显变粗 自然形成两叉分支 形成两个结果的组织 那两个的结果组织上来以后的话 现在到了最上面 我们可以看这个枝根明显 从叉到这里第17页的时候 它组织分化出花絮 自然封底 那我们讲这个西红柿的讲过 就说像这种西红柿 除了这个花细以外 所有叶芽 统统在庄 都统在庄 在座的时间 也就是差不多长到 三五公分长的时候 有这个 这个芽这么长的时候 在庄 那这个是我故意留在上面的 我 留了两个 看看它的叶芽出了什么情况 它叶芽出来以后 其实很快变成花絮 自然封底 所以它对这种有限生长性的形式的管理其实非常简单 整治上没有那么复杂 只要记住 就说月牙一见就在花牙留着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数一数 结了多少只果 一串果 两串果 三串果 四串果 五串果 六串果 七八九十 能结差不多前前后后结十二串果 这已经足够了 产量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怎么能把这个西红柿 盆栽的西红柿管理好呢 我们这里有四盆 这是一盆 小的 这是第二盆 这是第三盆 这是第四盆 这也借了不少 被那个小孙子采了吃了 要栽好盆栽西红柿 把握好这么四个环境就可以了 第一是栽西红柿的盆 不要太小 我建议直径在四十公分左右 深度四十公分左右 太小 容易干水 不好管理 太大 帮动不方便 这是盆的尺寸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配好盆栽西红柿 那这个盆栽西红柿 我用的是三活一的盆栽西红柿 就是商店里面卖的三分之一的牛粪 三分之一的这个泥炭土 三分之一的这个 它加了那个墓穴 实际上它应该加的是珍珠眼 但是没有珍珠眼 我没发觉 但是呢 用起来效果不错 三活一的土 我加了这么一盆 加了一百克的土壤 我忘记 就是它的肥料 以后再没有水过肥 看来现在不缺肥 所以这是盆栽的配置 非常简单 那第三方面 就是饱水的问题 饱水的问题 它涉及到 基本上是三个方面 因为它盆小 西红柿的液量大 非常容易脱水 那怎么办 好 水分管理方面的第一个措施 我就是在这个盆里边 盆的底部 埋了一片尿布湿 尿布湿 有的朋友会问 什么叫尿布湿 这其实带过小孩的人都知道 就是给小孩做尿布的 它吸水性很强 肝的时候一片尿布湿 大概重点也就是 两三百克 但吸水以后能吸差不多 一身多的水 而且不容易丧失 这起到很好的保水作用 可以把这个盆栽 由过去几乎每天需要浇水 变成三天一次 变成三天一次 这是第一方面 第二方面 西红柿 怕晒 稍微晒 它就叶子就粘 中午就粘 那怎么办 把它放到 大家可以看 我是放了靠着围栏 刻意放到围栏 原来不放围栏的时候 它到中午 叶子有点粘 就不太好 叶子粘了以后 就容易出现 起腐病什么问题 但是放到围栏 以后 它长得很好 再也没有出现过 叶子粘的情况 这是水分管理的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就是到了挂国以后 必须把它的下角的叶子 衰老的叶子 及时清理掉 这样的话 方便浇水 水不会粘到叶子上 避免生病 也就是从而实现 会做到泊水清浇 那也就是说 从挂国 果子开始变色以后 每天浇水 浇一次 一次大概就要三五秒钟 让它保湿一个湿度 这个作用 它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 避免裂果 因为裂果 都是水分不均匀造成的 突然干 然后突然潮 吸水 果子裂了 第二个 欺负病 说起来 去看这个过程资料 会讲出很多很多原因 也会缺钙了 也会缺霉了 也会缺什么什么了 要用泄盐了 要用什么什么了 其实没那么复杂 只要保证泊水清浇 适当遮阴 那欺负病 不会发生 欺负病 发生的根本原因 是损失脱水 造成果子上的 最优能的组织 形成不可逆转的坏死 那坏死点 开始死亡 形成欺负病 像我们这样的管理方法 就绝对会发生欺负病 那到了最后一个方面 就是 果子熟了 这边野生动物非常多 特别小松鼠 那怎么办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是 在网子后边的 什么鸟啊 小松鼠啊 只能忘果心探 上边 就挂在围栏上 形成一个完整的覆盖 小边 这个 能挡到盆边 就可以了 从这几方面做 就能保证 这个盆栽的西红丝 丰收 不会发生裂果 不会发生欺负病 我们 附带 也可以看看盆栽的黄瓜 但这盆黄瓜 是被 测过好几次 栽了吃了 现在暂时 新果子没出来 但是呢 展示也非常不错 但是呢 这一盆 就 果实 累累 果实累累 黄瓜的管理方法 和这个西红丝 非常类似 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 做好这几方面 的工作就没有问题 第一 选择祸食的盆 配好盆土 里面 放进 土壤活化剂 放进一块 牛布石 这就能基本保证 它的养分需求 和水分需求 第一个 它的液量道 容易 缺水 那 跟它 摆在这个 半阴半阳的地方 避免脱水情况 容易脱水的话 第一它是盆栽 第二 是这个黄瓜本身 更细前 液量道 蒸发岸道 从 按照 从这两方面来讲 就避免了 它出现的 种种问题 根据我过期的经验 像这一盆黄瓜的话 可以绿续保证 它生产出 差不多 四五十只 黄瓜出来 产量是 非常不错的 好 今天就 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在微信里面 多交流 祝大家 身体健康 种植愉快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击订阅和点赞